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成熟大人必知,避免掉路职场捧杀 好听话不一定是真的认同哦 在职场上打滚多年呢 你总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处处的看你不顺眼 就是针对你,但他就跟你硬碰硬 然后正面的跟你迎战 但又有些人呢,他在你的面前呢 总是讲尽好话 各种的称赞啊,吹捧啊 但是这一类的人呢,他在背后不一定 真的如他所言这样的,哎,喜欢你 这样的认同你 有可能他其实想的跟你不一样 今天就来好好的聊聊这个主题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节目之后会做一点小改版 那如果你是老听众的话 或是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跟看法 都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来给我一点意见 那今天还是要介绍一间餐厅 是位于万龙站 那这间叫做真宣精致锅物 这间火锅店呢,其实是连锁的 但我从来没有吃过 它的店面其实没有很多间 但是位于万龙一号出口的这间真宣精致锅物呢 在地经营已经超过十年了 那深受当地居民的喜欢 店家的汤头呢 有六种可以选择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加加 的话还有基本的鸡汤汤头 那其他的话 什么麻辣或什么的话 就额外要加一点钱 那它肉品的种类非常的多 但它就是有分所谓的大份跟小份 你可以依照你的食量做挑选 那他们是以小火锅的经营模式 但如果你是两个人去的话 它其实是鸳鸯锅的配置 就一人一边 那店内的肉品呢 就是切得极薄 我真的没有吃过肉品可以切 这么薄的店家 但我个人觉得是on the good way 就是是好的 因为那种汆烫非常的容易 然后肉品感觉就相对变比较多 你觉得说好像可以吃比较久 那另外他们家的菜盘呢 我觉得它的菜就是蛮干净的 有别于一些小火锅店 可能真的很平价 但他们的菜盘 你一看就觉得那个菜盘就是 那嫩嫩 或是有一些黑黑的烂烂的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它菜盘给的配菜是干净的 虽然它不是那种所谓的 自助吧夹菜的那种服务 而是它会断一整份给你 但它的饮料呢 是有六种选择 你可以先选一种 那后续的话可以免费的续红茶 那甜点的部分你可以二选一 有甜品或者是冰淇淋 整体吃起来大概也需要四五百块 你这样还有加服务费 那吃起来大概跟竹间差不多 但它的经营策略不是那种开在商业区 它是开在捷运周 它那个站不会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夜市啊 或是市场站 而是就是进住在那个住宅区居多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定位就是那种 给当地居民吃的 不是卖那种附近的那种商权 所以如果你有经过万龙站的话呢 不妨可以去尝尝些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旁的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限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影片 还有及时新闻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成熟大人必知 避免掉入职场捧杀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呢 同事对你不停地讲好话 那讲到吹捧这个主题呢 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 可能有些人不太懂他的字意 他的意思就是在讲说 过分地夸奖或吹捧 让这个被吹捧者呢 就是骄傲子满 那因此就是停滞进步 然后有点甚至还退步 导致他就是堕落跟失败 在职场里面呢 同事如果有这类型会捧杀的作为呢 就是一般来他跟你就是旗鼓相当 他甚至就是有时候有求于你 他把你视为隐性的竞争对手 但他不是用那种就是直接跟你硬碰硬啊 或是跟你感觉很明着来竞争的样态 但他就是选择在表面上 在台面上呢 他就是会不断地称赞你 把你捧得高高的 他之所以会如此地对你呢 一方面可能就是 把你捧高高感觉 你能力很棒耶 你真的很强耶 那他就把一些比较艰难的任务交给你 或者跟你合作的时候 他就把绝大部分的一些事情都给你做 因为你能力比较好 但后续呢 其实他有一个层面 也是希望把那个这件事情的成败 就是交给你负责咯 因为你比较厉害啊 这东西我比较不懂哦 我靠你那carry咯 你懂吗 就希望你去承担这东西 最后面成败你要去担起这个责任 那另外一个状态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捧杀 他想借我就不断地 让你觉得你很像很厉害 你不用再学了 你已经比我们强很多 这东西你已经是专家 你真的不用再特别在意这么多的细节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讲这些话的用意 其实看似你听表面上 你会觉得说 他很在成长 我好像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就是不用在意这么多 但如果做面你吐脆了 你就是误判形式 你做事情有一些疏漏的时候呢 最后面叠交的人也是你哦 就是你知道他就希望你叠下神坛 他把你过分的夸奖 或所谓的吹捧之后呢 如果你是有那种 诶就是真的被捧上天 就是那种骄责自傲的话呢 可能因此你就会选择 诶很像对野 我很像很厉害 我不用再去学习 我也不用太谦虚了 或是诶我就是个遗旨气势 但有可能就因此掉落他的这个陷阱里面 那就是第一点 同事对你大讲好话 再第二点关于说 承受大人必知 避免掉入职场捧杀的问题 就是二 上司或老板对你大肆的称赞 想要捧杀你 你想说上司主管老板 干嘛要捧杀我呢 还是真的会有这个状况哦 之所以他们会对你就是讲件好话 各种的花式称赞呢 有一方面他当然就是想要激励你 借由这种诶 鼓舞你啊 称赞你啊 那他就可以一方面增加你的工作量 或者是当有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老板可能其实外行人 他可以请你出来挡刀 就是因为他比较强 他比较专业 那我们就让他来做事 那最后面如果公司出了问题 他砍的就是你 那么你就是他的防火墙 或在则 有些他之所以会称赞某一些人 或是他会增高他的身份呢 就是所谓真正的捧杀 他就是要把你捧得高高的 然后再把你宰掉 就是增高你的能力 或是职位 让你在其他同事面前呢 感觉就享受了很多的待遇啊 然后让别人觉得说你很很专业 你很像就是很权威 但同等的 他这样子就大力的在别人面前称赞你 或大力的在面前讲你的好话呢 其实他有可能就是想把你做掉 怎么讲呢 他当他给你的工作任务 或是他给你的那个 所谓的称赞过头的时候 别人看在眼里就觉得 他根本就是半瓶水响叮当 他根本没那么厉害 没有像老板讲那么厉害好不好 那他现在的职务很像也做不到那个位置啊 怎么可能会是省他呢 明明其他人的能力更好 他就是要营造着你能力超全 做事很勤奋很有效率 但其实呢 如果你本身的实力不足 或是你就是根本就是 出现那种所谓的骄傲感 然后就因此就没那么的在意你的工作细节 或者你的表现欠佳 成效不如预期的话呢 你就会变成所谓的得不配位 这就是很可怕 他不用做太多的手段 就会让别人讨厌你 你的同事 你的下属 就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值得 大家这样的尊重 你根本能力不够啊 但其实有可能就把你捧高高的 最后面就用这种情势 来逼你下台 甚至就把你逼宫 拆掉你这个位置 拆掉你这个人 在公司里面的地位 而这也是所谓的捧杀 这类型的那种主管或上司呢 通常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主管或老板 因为那种严厉的那种 你就是真的正面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敌意 而大多这种会用捧杀这种技巧的呢 他是很心机的 他就是在你面前会各种的称赞 对你演向也很好 就是所谓的笑面虎的主管或上司 那这类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把你就是放在公司里面呢 他算把你营造的营养能力很佳 但其实你是他的眼中钉 或者是他想要借由给你各种的特权或福利 让你营造出一种你的工作能力不符合他的期待 那最后面呢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撑出他所期待你 或是他所说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反过来说 我觉得你很像不适合这个工作 你应该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那就会让你逼得自己很像觉得就是开始自我质疑说 对呀我很像真的能力不足耶 我很像坐不起这个位置 我还是自己脑鼻子摸摸 还是卷布袋走人好了 就自愿离职 或者是你内心就会开始出现那种 对呀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被高估了 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那种心态 觉得说对呀 我好像真的做得很不好耶 我是无法达成别人口中的那个期待 我很像很失败 就会让你的心情和情绪整个都受到别人的捧杀影响 而就第二点 而说到这一点 有个小故事分享 我之前的一个工作经验呢 在那个小部门里面 那个时候我不是那个部门的主管 那那个时候还有个小主管存在 那个小主管呢 就被捧得很高 所以捧得很高 是老板很看重他 就是会在各种会议上面呢 就直接问他说 那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试着 朝他所说的这个想法来试试看 就是会讲出这样的话 那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哇那他真的是举足轻重 在这个公司里面 那后来实际跟这个小主管 有更多密切的工作上的往来跟接触之后呢 就发现说 很像跟大家讲得有点不一样 就是大家表面上 也好像很听从他的指导跟建议 但是私底下都在讲他的坏话 连老板其实都有点嗤之以鼻 只是在表面上大家都会 就是把营造的他很值得信赖 然后他的工作能力很强 但其实他就是很常迟到早退 跟其他合作厂商 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太好 就是形成那种很奇怪 在表面上大家都会很称赞他 但私底下大家要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样久了之后呢 就会慢慢让那一个人 就会出现内心自我质疑 他在公司里面很像就会被排挤 就是这个小主管 或者是他内心就会觉得 他做什么事情很像都处处受阻 没有人可以赞同他的做法 没有人去帮他赞钱 或是去推行他所说的政策 那久了之后呢 这个被捧得很高的小主管 他后来就是有点就迟到早退 然后甚至老板还给他无限的特权 跟无限的福利 甚至给人们出国或什么之类的 那你知道他把他捧得太高了 至于是当他的工作能力跟他的绩效 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对待的时候呢 老板后来就反过来说 你的这个状态很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后来等于是有点顺势的 半推半秋把他资钱掉 那这个状态下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种也是一种手段 才顿时发现说所谓的 受到称赞 受到吹捧 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你要去看清楚对方背后的用意有何在 而这就是第二点 上司或是主管大讲你好话 或是很吹捧你的话呢 其实你也要小心 再第三点呢 就关于说成熟大人必知 避免掉入职场的捧杀问题 就是三 顾客讲好话 或是你的客户 对你百般的美言 这种状况比较少见 但是也是有 但是基本上来说 你若住过服务业的话 真的有那一派的客人是 他会对你讲尽好话 大力的称赞 你说 哎你真的是长得很漂亮美女耶 这么年轻 怎么就做主管呢 我觉得你的能力真的很好 你在公司应该很受到重用 他会对你讲这么多好话 或是把你捧得很高 前提就是他其实 希望从你身上挖到一些资源 甚至服务业的话 感觉单纯是要折扣 或是想要请求你一些协助 但想借由你的外形称赞你 或者你的沟通能力 你的应对进退 来电高你的位置 然后让你觉得说 对爷他都这样讲我了 我很像不帮他 很像很说不过去 他都说我就是你知道 做人很善良了 那这种东西 我是说要折扣多给他一点 你懂吗 这就是很多顾客 或所谓的客户 但在应对进退的时候 他们会使出的所谓的捧杀技能 但如果当他跟你提出很多的赞美 然后做命提出他的要求的时候 你无法呼应他这个请求 他有可能就因为你的产出 你的表现不如预期 他反而就会以刚刚的那个说辞 拿来攻击你 就说我本来以为你的能力很好 我本来以为这点小事 你可以帮我处理的 但想不到现在连这件事情 你都还要去请教别人 或是这件事情你都无法做主 用这个来损失你跟批评你 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是用称赞 当作用手段来逼你达成某个标准 或是获得一定的利益 那这也是一种捧杀 而就第三点 今天就以三点来聊聊关于说 成熟大人必知 避免掉入职场捧杀的陷阱 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觉得心有戚企业 或是你自己有别的看法 都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资讯来跟我聊聊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我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IG 其实你应该资讯跟我联系 好啦 就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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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